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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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旧旧我之前看到一個新聞 關於慈濟志工權力從LineAds 轉移到Telegram這個App 後來又有許多政治人物也改用Telegram 這是為什麼呢? 嗯,沒錯,越來越多人開始使用Telegram這個APP 主要是因為LINE的生活圈 它從2020年4月的時候 開始全面升級了新版的LINE官方帳號2.0版本 原本的群發訊息不限次數改成了以量計價 讓許多原本每天都在群發帳號 每個月的成本暴漲了好幾十倍 無法負荷這樣的開銷 就有很多人開始改用Telegram這個APP 因為這個APP可以免費的群發訊息 沒有限制接收的人數 也沒有限制發送的次數喔 哇,那這樣還會有人繼續使用LINE的官方帳號嗎? 其實LINE官方帳號的商家數量肯定是下降了一些 但是也有很多人繼續使用 像我自己就同時使用LINE官方帳號和Telegram 為什麼呢?LINE官方帳號不是漲價很貴了嗎? 嗯,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兩者的不同 首先呢,Telegram雖然完全免費 但是對一般個人用戶來說 大家還是習慣使用LINE去當成日常的溝通工具 光是台灣使用LINE的人數就將近2000萬人 對一般個人用戶來說 他們沒有群發訊息和行銷的需求 所以就沒有改用Telegram的理由和動力 因為沒有必要多花時間去學習一個新的APP 而針對行銷人員來說呢 大多數的用戶仍然使用LINE在接收訊息 所以也不可能把這個LINE的官方帳號完全停用 所以目前的行銷人員就是Telegram和LINE這個官方帳號 同時混合使用的狀況囉 由於這個LINE的官方帳號每個月的免費群發數量是500折 我自己的好友人數已經有一萬人了 所以我每個月就必須支付4000塊的月租費 才能夠發送給我所有的LINE好友 因為4000元的月租費 一個月可以發送最多25000折的訊息 超過25000折的話 每一折多出來的訊息就要加收0.15元 所以我如果不想要超過25000折訊息的話 那我一個月只能發送兩次 第三次我只能發給5000個人 而我在發訊息的時候 也會告知大家我有成立Telegram的帳號 如果希望每天收到我的訊息 那就歡迎訂閱我的Telegram的頻道 我用這樣的方法讓那些想要追蹤我的人 使用Telegram來訂閱我的頻道 而那些願意訂閱我的Telegram頻道的好友 對我來說就是更精準的目標潛在客戶囉 哇原來可以這樣運用 這也算是一種銷售漏斗耶 可以過濾出哪些人是鐵粉 沒錯 因為對一般用戶來說 安裝一個不是很常使用的Telegram App 是一件額外的負擔 如果他們是為了取得我的資訊而安裝Telegram 那這就真的是忠實粉絲了 我目前看到有很多股票分析師 他們就是用Telegram的重度使用者 因為他們會介紹好的股票投資標的 所以就有很多人為了追蹤他們的訊息 而去安裝Telegram喔 其實對一般用戶來說 只要安裝Telegram並訂閱他們想追蹤的頻道 其他功能也不太需要再花時間去學習 因為他們只是為了接收訊息而已 但是對於行銷人員來說 就必須學習Telegram的操作方法 才有利於行銷方面的應用 那Telegram有什麼特色和運用的方法呢 Telegram它有兩種主要的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頻道 當你想要收集粉絲 並且大量的去群發訊息的時候 你就必須去創立一個公開頻道 讓你的粉絲可以去訂閱你的頻道 那日後呢只要群發訊息 就能讓所有訂閱者去收到訊息了 而這個接收訊息的動作呢是單向的 粉絲沒有辦法去回覆訊息 只能夠單純的接收訊息 所以啊如果你希望讓粉絲有更多的行動 你就必須在推播訊息裡面 去安插一個外部的連結 譬如說引導去購物網頁去下單 或者是報名網頁去填寫資料等等 之類的呼籲行動 就是我們行銷人常說的call to action 而且啊群發訊息呢也可以排成發送 粉絲人數也沒有上限喔 如果你有10萬個粉絲 一次群發就能夠讓10萬人收到你的訊息 然後訊息的下方呢 可以馬上看到已經閱讀訊息的人數有多少了 你想想看 這節省下的費用多麼的可觀 因為目前不管群發LINE Email或是手機簡訊都要花費大量的金錢 而Telegram呢就完全免費夠吸引人了吧 哇真的耶 如果能持續收集Telegram粉絲 一次群發的觸及率肯定比FB粉絲頁高了許多吧 是啊 不過呢這也要看你的訊息 是不是這麼的吸引粉絲的眼球 雖然訊息發動的抵達率是百分之百 但是粉絲收到訊息如果不打開來看的話 也不算是真正的觸及喔 所以除了公開頻道 是不是還有私人頻道呢 沒錯 私人頻道呢就不能讓大家去訂閱 只能夠由管理員發出連結給特定的對象讓他們去訂閱 或者是由管理員直接把指定的對象加入這個頻道喔 如果是一些付費的內容啊 不方便群發給所有人的訊息 那就很適合用這種私人頻道 群發給那些指定的對象就好囉 哇那我要來規劃一下付費的內容了 可是我群發出去的圖片會不會和Line一樣隔一段時間就消失了呢 哇小美你問到重點了 Telegram的資料呢完全儲存在雲端 不需要自己備份也沒有空間的限制 所以呢就算你發了圖片或者是影片啊都會一直保留住喔 就算你之後換了手機只要你登入你的帳號 那些資料都還是可以看見的喔 真的嗎太棒了吧那有沒有什麼該注意的呢 有啊就是不要隨便更換手機號碼喔 因為這個Telegram的帳號呢是用你的手機號碼去註冊的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要換手機號碼 記得先去Telegram去設定變更新的號碼 然後再去換你的SIM卡 免得你換了新門號之後就沒有辦法再登入Telegram囉 這個要特別注意喔 那Telegram第二個主要的功能群組呢 和Line的群組功能類似 可以邀請Telegram的好友去組成一個群組 而且呢這個群組的人數啊最多可以達20萬人 真的是很夠用了吧 最大好處呢就是群組功能有管理員的機制 不會被惡意翻群 管理員呢也可以控制每一個主員的發言權限 比如說他可以傳送文字或者是圖片或者是連結等等 在這個管理群組的時候呢真的特別的好用啊 以前Line的群組經常聽到有人整個群被翻掉 就因為有組員的帳號被盜 而邀請入惡意帳號加入群組 加入後就把所有人踢出了群組了 這個Telegram也會發生一樣的事嗎 嗯在預設的狀態下 只有管理員才能夠邀請好友去加入群組 一般組員是沒有這個權限的喔 不過呢管理員可以利用提升組員的權限來達成這個需求 所以Telegram的管理機制真的蠻靈活的喔 太好了 為什麼Line的群組都沒有這種設計啊 放心 有競爭就會有進步 我想Line的官方為了抓住使用人口 一定會推出相關功能的啦 是Telegram可創立一個公開頻道收集粉絲 並可大量免費全發訊息 私人頻道可全發給指定對象 如需更換手機號碼 要先將Telegram設定變更為新號碼 然後再換SIM卡 免得換新門號後就無法登入 電教育人工 upset 酒儿 樂器 保護人工 學家人工 工 工 工